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一二三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說到中國大陸迎接二十大 不斷的秀出了軍事的肌肉 但是中國大陸強軍 並不是要在全世界跟美國開戰 而是要維護國家的利益 但是中美最可能發生衝突地方 當然就是台灣 但您覺得大陸最近展現出來的 強大軍務能力 美國真的會介入台海戰爭嗎 還是趕快把台灣的台積電給裂解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首先來聚焦說 儘管有各種的跡象顯示 中共不會在近期對台灣無頭 但是美國軍事專家 他們指出來說 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的幾年 台海局勢會進入一個罕見的窗口 好 這一段期間 由於美軍是處於軍事在轉型嘛 以及武器的設備更新的換代 千皇不接的時期 而中國大陸軍力 卻是在上升的高峰期 所以形成完美的武統時間點 這位是誰說的 來看看他 他是前美國的國防部副部長 他指出來說 美軍在台灣發生衝突時 對抗大陸許多最有希望的裝備 需要到二零三年代才會具備戰鬥力 而解放軍的許多新的武力 目前正在大規模的上限 而這個脆弱的空窗期間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主席可能會認為 這段期間可能可以採取軍事行動的成功 現在美國的前國防部長都認為說 在台海開戰 美國是沒有勝算的 難怪最近來看到美國不斷的說 台灣真的太依賴台積電了 像是財長葉倫 他就強調說 我們知道 俄國把貿易武器化 作為地緣政治脅迫的工具代價 我們必須減輕像中國大陸這樣子的國家 類似的脆弱性 還強調說 華府正在減少 美國企業對台灣半導體 還有其他技術的極度依賴 你看 要開始裂解台積電 說到了美國不敢介入台海戰爭 恐怕也是看到大陸的新武器 不斷的亮相嗎 一起來就知道 美國媒體可是高度報導 中國大陸高超音速的導彈 可能不只是東風時期 東風時期都讓他們嚇死了 現在他還說 中國大陸在研發東風二時期 好 這是誰說的 這是美國的國防部之前發布 雇了一個叫做 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 2021 當時他就提到了 中國大陸正在研發一款叫 東風二十七的高超音速導彈 根據美國方面描述 這個所謂的東風二十七的射程 可以達到多少 達到了五千到八千公里 就涵蓋到了夏威夷這麼遠 另外夏威夷對美國來說 真的是很緊張跟恐怖的 為什麼呢 來看看這個畫面 夏威夷在這個地方 SCG怎麼做這樣 太複雜了 夏威夷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位於太平洋的正中心 他是美國在亞太地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也就是美國本土 他的一個前線的基地 還有防衛圈 這個地方非常的重要 所以夏威夷 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角 二戰時期的時候 日本 日本他其實不是襲擊了珍珠港嗎 也就是位在夏威夷的 這個地方的深水港 那珍珠港被炸之後 美國他就短暫失去了軍事的投送能力 比如說亞洲地區沿岸地區 他的投送能力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美國控制下 菲律賓這些國家 就迅速的被日本他給控制了 因此夏威夷這個地方 就非常的關鍵 一旦夏威夷群島 直接受到打擊的話 美國在西太平洋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這邊 西太平洋整個軍事力量 就會失去了補給 尤其是美國部署在像是日本 或者是韓國的這些所謂軍事力量 就會失去了 夏威夷這個地方的支援 等於就被困到了孤島上 所以東風二十七可以打到夏威夷 那真的是如此的話 對於美國造成一定一定非常大的威脅 陸媒大國將令視頻 他怎麼說 他特別提到 說這個東風二十七這款武器 目前還只是出現在美國報告當中 以及互聯網當中的一些傳言當中 但是導彈的一個現在看起來優缺點 他提到東風二十七 只能算是中國大陸常規武器 還不能算是中國大陸王牌 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 以及發揮的效果 恐怕不及現在已經有的東風十七 好為什麼要說東風十七這麼一個出名 並不是因為他射程很遠 而是因為他的機動性非常強 目前來看到關於東風十七 他射程的一個猜想 大概都是說怎麼樣 射程是一千五到兩千五 或三千公里這些所謂的這個射程 那當然很多的中程彈道的導彈 他射程都會達到三千公里 所以跟他來比的話 他射程東風十七可能比較弱 不過重點是他的機動性非常強 什麼意思 也就是他射程不遠的原因 是因為他全程 全程都是在大氣層裡面飛行的 那那個飛行的這個速度 為了要克服阻力 當然會用到很多能量 因為有空氣的阻力 而全程是在大氣層裡面飛行 那什麼意思 他有個很重要的意思 東風十七 他就能夠借助這個所謂的 氣動布局進行的機動 那就像戰鬥機一樣 另外東風十七 他採用的是沉波體 沉波體的一個這個 沉波體 他的一個結構 所以使得他可以有 更加複雜的彈道 也就是前學森彈道 那所以他會漂浮 好像是打水漂一樣 機動性就比戰機還要來得強 你根本就難不到 那東風十七他的速度 還來到了高超因素 因此理論上 目前所有服役的防空系統 都擋不住東風十七 臺灣與北省什麼兩百一 三個導彈就攔得到 這也是攔不到的 而基於此來看到 他有著一千五到兩千五百公里 射程的這個東風十七 他完全能夠摧毀什麼呢 完全能夠摧毀 來看到這一張 這是很關鍵 美國自己畫出來的 所謂的島鏈 第一島鏈 完全都OK 都是打得到 日本 臺灣 這些都打得到 以及第二島鏈 這個地方 關島 他都打得到 那這才是美國 對他最大忌憚的地方 好 再來看到 剛剛說到東風十七 他最近也有重磅的消息 央視真的好多好多的消息 每天都滿滿的 來看到中國大陸 正在針對東風系列 公路機動的飛彈 研製能夠躲避衛星雷達 跟無人機 他的偵測 意思就是隱形了 你根本就找不到他 他已經機動性那麼強了 你看他是用 你看這樣子 用車子的方式發射 然後你又找不到他 那就非常厲害了 來看到南華早報有特別報導 來看到這個是 研製東風十七高超音速飛彈的 這個解放軍的火箭軍研究員 楊碧武 他說人工智慧技術 應用在飛彈的發射車上 使得他們更具有戰術性 也更隱形了 更隱形了 這段話其實是在九號 播出的節目當中 他說導彈主要裝備的車輛 實際上就是導彈發射的平台 在未來的戰場上 其實敵方是看不到 也不知道火箭軍的發射車 到底在哪裡 他們能做什麼 也就是要開發平台的潛能 為未來作戰提供更多的選擇 一下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我80多歲的奶奶 也看到這次閱兵 老人家很興奮 他說導彈車成威風啊 不過我看了半天 怎麼沒有找到你啊 我想在未來戰場上 對手不僅看不到我們 也將看不到他們 好對手看不到我們 那這個意思就是要把他引行起來 東風時機就是世界上第一款的現役的高超音速的滑翔武器 他能夠穿透了美國在這個區域的飛彈的防禦 意思是攬不到 而另外楊布壁武的團隊就為飛彈設計了一個偽裝的發射車 就是把他引行起來 而接近了解放軍的消息人士有透露 東風十七的發射車就是由東風十六B的發射車來進行改版的 而東風十七跟東風十六B都是忠誠的飛彈 就是針對臺灣突發狀況所設計的攻擊武器 目的就是在於阻止外國在臺灣海峽的軍事干預 意思就是退出第一島鏈 不讓其他國家介入臺海的戰爭 央視當中所播放的影片 其實來看到還出現了楊壁武團隊 為東風四十一 這個所謂的洲際彈道飛彈 這些開發的偽裝飛彈發射車的身影 估計東風四十一他的射程 來到了多少 來到了一點二萬公里 那他的意義就是能夠打擊美國本土的目標 中國大陸軍事專家宋忠平老師 他說飛彈發射車 他的偽裝跟設計 就是在戰場技術上很大的關鍵 他說在所有作戰狀況下 保護部隊跟武器就是首要的任務 尤其在中國大陸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之下 更需要準備第二次的打擊 就第二級 好好保護武器 部隊跟相關的做法 中國大陸研製的發射車 可以躲避衛星雷達 紅外線 還有無人機的探測 讓解放軍的飛彈系統 化身為變色龍一樣 好像能夠隱藏在任何的地形當中 好 再來看到中國大陸現在真的是敢於亮劍了 最近也來看到美國也是瘦肌肉嗎 迪利波里號的兩棲突擊艦 攻擊艦 他其實最近他的名稱還叫兩棲攻擊艦 不過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他已經是一個準航母了 所以中國大陸看他 其實都說他是一個航母了 他因為擔負的任務就是準航母的任務 進入二零二年以來 迪利波里的兩棲攻擊艦 就在不斷的搭載F-35B 這個垂直短距起降的戰鬥機 前往大陸的家門口秀肌肉 迪利波里號兩棲攻擊艦 在行動過程當中也會在中國大陸周邊的海域 不斷的起飛艦載機 所以來看到起飛的艦載機就出現 包括在東海上空出現有F-35B的垂直短距起降的戰鬥機 單從迪利波里號的所謂的艦載機 能力上來看他也是蠻強的 他能夠攜帶多達二十二艘舰載機 完全不亞於一艘航母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他就被說是一個準航母 而他最近在亞太的一個行動過程當中 迪利波里號的兩棲攻擊艦 所攜帶的五代機的戰鬥機的數量 並沒有達到最大的配置 他目前攜帶的是十四架的F-35B 那根據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這個地方他目前的位置 來看到AIS信號提供的數據顯示 迪利波里號的兩棲攻擊艦 離開南海數天之後 他其實再一次返回到了南海這個地方 而來看到重返南海之後 美國海軍也有另外一艘雷根號 里根號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也在附近的海域出現 所以未來雷根號跟迪利波里號 可能就會在南海 像中國大陸威惹嗎 瘦肌肉嗎 但大陸有在怕你的嗎 大陸有這些航母殺手嗎 另外再來看到 在迪利波里號兩棲攻擊艦 進入南海的同時 解放軍也瘦肌肉了 公開兩艘零七五型的 兩棲攻擊艦的聯合軍演畫面 畫面當中你會看到 待會看一下 弦號三十一他是海南艦 另外看到的是三十二十廣西艦 畫面當中你會看到 這兩艘的零七五型的兩棲攻擊艦 首艦就是海南艦 另外跟第二艘的廣西艦 進行了合體的訓練 一起來看看這精彩畫面 火箭氣增加環境區 航空當主門 作為火箭 為火箭 雷封 雷尾 剛剛看到兩艘075型兩棲攻擊艦合體的訓練 可以看到大量的艦載直升機陸陸續續起飛 目前075型兩棲攻擊艦的缺點 當然就是它不具備的攜帶固定翼的戰機進行作戰 就像迪利波里號有F35B 目前還沒有 但是075型兩棲攻擊艦 如果未來能夠攜帶固定翼的戰機進行作戰的話 當然它的實力就會大幅的升高 意思就是也變成準航母了 那075型的兩棲攻擊艦的首要任務 當然還是目前在兩棲登陸為主 兩棲登陸為主當然跟臺灣就非常關了 所以075型兩棲攻擊艦進行軍演訓練的過程當中 就展示出大量裝備的泛水突擊這個地方 那由於解放軍來說 在如此的短時間內 要拿出具備垂直短距起這樣的戰鬥機 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實現 但是戰演認為可以用075型的兩棲攻擊艦上搭配什麼呢 搭配中國大陸最強的無人作戰的飛機 那就是另外一個搭配了 可以執行包括偵查任務 也可以執行打擊的任務 最重要的就是075型的兩棲攻擊艦 以無人機作為主要的作戰力量之後 攜帶的艦載機數量就會大幅的提升了 好 再來看到中國大陸跟美國被說東升西降 但是來看到美國真的很尷尬 拜登你怎麼又口誤了 在一場演講當中 竟然說自己的長子是在伊拉克犧牲生命的 但是這個報導都有報導 大家其實也蠻知道的 事實上拜登他的長子是因為罹患了腦癌 在美國病逝 美國先前其實還在致死的時候 點了一名已經死亡已故的女藝人說 你還在嗎 而拜登才參加過他的喪禮 讓人不免對他的智力再度產生懷疑 美國總統拜登12號在科羅拉多州 赫爾軍營國家紀念區開幕遺師上演講 他突然說出自己的大兒子在伊拉克不幸戰死 事實上拜登的長子伯拜登2008年到2009年 確實曾經在伊拉克服役 不過並沒有在伊拉克陣亡 而是2015年因腦癌在美國病逝 但是也有報導指稱 博拜登在海外服役期間經常接觸 以銷毀文件或焚燒軍用品的焚化坑 可能吸入過多的有毒物質而臨患腦癌 因此拜登可能是以此為基礎 認為兒子的死與在伊拉克的經歷有關 不過拜登的記憶力出狀況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上個月底他在白宮的一場會議致辭時 一一點名共同提案的議員 然後點到女議員劫機 事實上這名女議員在今年的八月三號 死於一場意外的車禍 因此拜登連番詭異的舉動 以及發言引發議論 雖然他本人想要再競選連任 但是他的健康問題 已經成為再度問鼎白宮的最大阻礙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美國現在方方面面都在圍堵 中國大陸嘛 尤其發布的國安戰略報告 當中就說 中國大陸是最大地緣政治的挑戰 而且還說一定要贏過中國大陸 對此大陸外交部又作出回應 我們反對固守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等成就觀念 我們也不贊成渲染地緣衝突 大國競爭 這種做法與當今的時代潮流 和國際社會的期待背道而馳 必定不受歡迎 也終將遭到失敗 中美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 對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促進經濟繁榮與發展 肩負著責任 中美兩國何則兩利 鬥則兩傷 美方應該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原則 把拜登總統的這個 四不一無意的表態落到實處 與中方相向而行 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健康穩定的軌道 中國一貫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 我們致力於維護全球貿易自由化便利化 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正是一些國家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導致國際經貿合作受到阻礙 好 美國為了刺激中國大陸 常常也打臺灣牌 但是來看到民進黨政府也是親中 親美抗中這個立場 也搞得立場 這個兩岸關係真的很複雜 那更慘的是臺灣疫情有可能會延長一年 甚至一到兩年嗎 那臺灣真的要這樣子嗎 有兩岸圓州論壇跟卓越雜誌 所舉辦的一個所謂的論壇下 有特別公佈了最新的民調 表示兩岸關係民眾認知的調查民調 指出百分之六十四點七的臺灣民眾表示 不同意臺灣只發展臺灣跟美國的關係 而不需要任何兩岸關係 更有百分之七十九點三 近八成的認為 應該同時要重視的是 美臺關係還有兩岸關係